我們需要幾個訊息 包含就是這邊有四個資料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資料我們需要的是 就是把它格式化 那我目前我怎麼知道本月就是這個月的起子日 實際上這邊有年 這邊有月 然後呢再加上起子日就一嘛 所以是2014年的4月1號 那這個地方我要怎麼格式化特別注意前面好像我們用過一個函數 如果你要格式化 把它格式化成這個 日期的話特別注意這邊有一個就是日期時間函數 裡面有個Date函數按確定 Date函數會跟你要三個東西年 月日的話就1 OK按確定 那實際上我講過了這邊有一個會出現一個數字 其實日期存在Excel裡面也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差幾天 那因為我們有格式 所以格式化之後會出現日期 他會幫我們換算 OK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就日期出來 那下一個月份的第一天的話最簡單就用Eday 前面用過 所以下個月 這個日期相差一個月 好就出來按確定 所以用這個日期 減一天 就會是本月的結束日 但是這個日期減一天之後 他會得到的也是一個日期 20 也是2014年的4月30 可是我只要30那個數字的話 那我們這邊特別注意 如果我要30的那個數字的話 我就直接加上一個day的函數 所以這裡的話我就用一個day 函數 然後呢 這邊就是把這個日期 減掉1 減掉1之後也是會有日期 可是我只要什麼 只要 日的部分 所以特別注意 就day 上面L2 減1 就會得到30天 所以如果你現在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5 31 改成2月份 有沒有28天 那 第一天的位置的話呢 非常簡單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weekday 有沒有weekday前面用過 OK按確定 然後呢 直接給他一個 本月 就是 本月的起始日 然後這個return type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2月 他的位置應該在7 7的話應該在 剛好就是禮拜6的位置 所以要放在這裡 那問題來了 我已經知道這幾個訊息之後 我如何 把這些訊息的嗎 把這個地方改成 類似像我們那個右下角這邊點兩下 假設我今天調到2月份的話 我要做出類似像這樣 這樣一個結果我怎麼樣讓他可以秀出來跟他一模一樣 OK啦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何把 這個上面的 這樣的表格 7的倍數表格 把它做成像這樣的一個表格 OK OK 那這個部分做完畢之後 還有下一個階段就是 把他做那個格式 把他做一個 再來做一個 再做那個層 VBA 對於是 對於是 謝謝 謝謝 謝謝